詞曲 李宗盛 現在繼續開會處理臨時提案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一分鐘 我們先請吳智陽委員 吳智陽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著請李彥秀委員 李彥秀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著請簡東銘委員 簡東銘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著請柯智恩委員 北院委員柯智恩等14人 鑑於傳統網站傳輸資料方式 是透過https協定的方式傳輸資料 這種行李並未做資料的加密 若傳輸資料的過程沒有經過加密保護 使用者輸入的帳號密碼或是信用卡卡號 身份證字號地址及個人資料 恐怕無所隱秘的 暴露在網際網路上面 基於資安安全問題 國際上多數重要的網站如 Google Facebook YouTube 均以採用https協定來傳輸資料 以保護網站與用戶端之間的資料傳輸內容 防止有心人士的策路 攔截或是篡改 且如美國加拿大等國的政府網站 也皆採用https協定 原此 敬請政院評估國內政府機關 網站可否改用https協定防護 以保障使用者及網站資料安全 是否有到盡情公絕 本院委員柯智恩等14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 請務院會有1.1通過 接著請廖國棟委員 廖國棟委員不在 本案占不予處理 接著請江啟成委員 江啟成委員不在 本案占不予處理 接著請蔣乃欣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本院委員蔣乃欣等17人 針對今年10月初 歐洲會議通過巴黎氣候協定 聯合國隨即宣布 該協定將於11月4號正式生效 而違反規定的國家將面臨嚴厲的貿易制裁 但反觀行政院至今尚未提出任何政策與措施 只有2015年9月提出的自主減碳 將2030年降到2005年的標準的80%的承諾 為落實節能減碳愛地球的目標 本席要求行政院盡速提出具體的減量政策 詳定氣體減排的措施目標與期程 嚴格落實管制與監控各污染源的排放量 並要求提報改善計畫是否有當進行公決 本院委員蔣乃欣等17人提案 作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處 請務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通過 接著請盧秀燕委員 盧秀燕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著請賴士堡委員 主席各位新進本委內士堡等13人理事理案 根據世界銀行2015年發布碳定價的現況跟趨勢報告指出 到現在為止 全球有40個國家20個政府實施碳定價的機制 但是台灣碳交易一直沒有開始 溫減法已經通過已經好一段時間 但是到目前為止 政府對於排碳量沒有明確的總量管制的目標 以及其程的規劃 空流與口號的宣示 四年內紅色警戒要減半 因此原提案要求行政院及其相關單位 應該仿效國外的做法 限制碳的價格 並且設定上下線 或者建立市場穩定的儲備機制 調控排放權的一個拍賣量 以及使企業能夠知道自己碳的成本 同時也可以刺激企業發展減碳的技術 甚至於 本院委員賴士寶等13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 請務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林維州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午安 本院委員林維州等14人 針對台大新竹生醫園區分院 已於今年105年9月12日正式公告招標 該分院方面預計將在109年正式啟用 吸引優秀醫師人才 至台大新竹生醫園區分院服務誘因 儘速同意該院申請公職員 而已解決新竹地區 長期醫療匱乏之窘境 是否隱蕩盡請公爵 本院委員林維州等14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 請務院會有意義 含一通過 接著請曾明忠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 本院委員曾明忠等16人 建議我國人口結構呈現少子化及高齡化 未來將缺乏勞動力 對經濟及社會發展 將產生重大衝擊 例如104年 我國出生率 只有7分之1.18 且人口呈現少子化及高齡化的情況 依國會的統計 各族群佔人口比例 90年的時候 幼年是20% 老年是8.8% 估計到110年 幼年是12% 老年高達16.9% 將正式邁入高齡社會 令我國中高齡的勞動參與率相對低落 比如說55歲到59歲 只有53% 韓國和日本都超過70% 因此本期建議行政院組成專案小組 延遲具體解決方案 事為有當 盡情公決 本院委員 曾明忠等16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 請務院會有意義 不意義通過 接著請 言寬恒委員 言寬恒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下來請 高路移用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本院委員高路移用等11人 有鑑於警察執行公權力 對人民權利有直接影響 尤其2005年 原住民族基本法實施 至今各類涉及原住民族文化權行使的案件 仍被警察以刑事案件移送 顯示警員的法治觀念 和文化敏感度 鮮有不足 雖然法院判決 略去進步 相關案件多破判 無罪或刑 可以行政法 但如此頻繁的移送 不僅造成原住民族承受 有違法之餘的污名 造成當事人極大心理壓力 更耗費時間及司法資源 原始 建請行政院研議 將原住民族全力相關課程 納入警察學校校級通識必修課程 相關內容也必須納入警察特考範圍 並定期實施警察人員在職教育及考核 以鑑別並提升警員的族群敏感度 是否有當禁止公爵 本院委員高入移用等十億人提案 作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援處 請務院會有異議 不異議通過 接下來請李彥秀委員 本院委員李彥秀等十億人 建請台灣鐵路公司針對南港車站升格後 尚未調整車次改點級移花東對號列車 仍沒有靠南港車站應檢視旅運需求 儘速寧定新班次 以發揮列車最大運輸效能 南港車站今年一到四月 每天旅客1.5萬人次 上車人次一天就成長近500人 去年年成長6% 5月12日南港車站已經升為一等車站 7月1日南港高鐵通車後 南港車站取代台北車站成為端點站 將成為東台北最大的轉運站 但南港車站目前為止 仍未調整車次改點以及車號列車對靠 每天只有上車一班自強車 上下個一班 橘光號停靠 因此我們希望未來在台鐵 儘速擬定改點計畫 並以東部幹線對號列車停靠為優先 實踐東區門戶計畫 本院委員李彥秀等十一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 請務院會有意義 無意義通過 接下來請江啟成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 本院委員江啟成的十一人臨時提案 有建於青年學子打工勞動條件 長期未能有效改善 勞動部雖然年度有例行的暑期 工讀生勞動條件的專案檢查 並宣稱達到效果 然而雇主儀式違法的事情屢見 成效顯然與國人的經驗相去甚遠 細舊本能度的專案計畫內容 有諸多降低勞減效能的問題 包括未展明中央如何督導地方執行 檢查重點會列入職場 性別歧視與性騷擾調查 建議調查對象業別甚廣 卻會納入許多青年打工族相往的業別 也會針對學區做重點區域的調查 以及建議調查的加速 明顯與母體數的差距甚遠 顯然達到勞動部所宣稱之成效 此外學區間仍然有許多 學子與學區等重點從事打工活動 所以建請行政院跟地方機關 應該檢討例行性的實施計畫 更應該強化重點區域 本院委員江啟成等十億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處 請務院會有異議 無異議通過 臨時提案均已處理完畢 下午二時三十分 繼續進行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組織質詢 現在休息 請請問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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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